Hello 大家好 今天講講一些時事加文學的事情 話說內地最近有一個新聞就說 換了幾篇中國語文Forg的一些法文 而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其他國家如果你換一下Ciribus 其實是很閒的 但是中共就是以牢牢掌握意識形態 做好思想工作為一個主要施政的綱領 所以換貨文必然不是因為普通的原因 而應該是有更深的政治原因 令人至少有一種聯想、遐想 那麼他換的文章是什麼呢? 三篇 第一篇就是《史記的陳攝世家》 司馬遷的作品 非常出色的 講農民起義 大家知道我們小時候是看錢穆、羅香林 一些港台史學家的書 農民起義未必寫得很高 他們是寫《太平天國之亂》、《黃金之亂》 傳統是這麼寫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筆下的史學作品 就不能夠這麼寫 因為共產黨是高舉農民起義起家的 其實他不是馬克思的共產黨的工人革命 因為中國那個年代根本沒什麼工人的 所以中國是說農民起義起家 就結合了古代的那些王朝起義 太平天國起義 他們是這麼書寫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革命得天下 以革命治天下就是一個矛盾 以前是高舉農民起義起家 現在你最擔心的就是農民工人推翻你 所以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之下 毛澤東的年代就說革命天天鬥 年年鬥 月月鬥而已 現在所謂大國崛興 你還說這些東西 那時候你就很擔心大國崛興 經濟一旦逆轉 農民起義就有一個正當性了 那些人在思想裡面就有這個正當性了 因為你天天跟他說農民起義有多正確 他們很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 這次 拿除了這篇陳攝世家 會不會有這樣的原因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有很多人有這樣的聯想 第二篇 就是得度孟子的文章 得度多助 寡度少助 這些國家在外交上 不算買回來的盟友 算是真正的盟友 意識形態接近的 這個社會制度接近的 看看哪些國家多 哪些國家少 你看看美國那些靠霸權回來的 那些不算盟友 我國的社會制度接近的盟友也有多少 有朝鮮 有古巴 越南就反了面了 不算了 那還有誰呢 還有朝鮮 還有古巴 還有蔚內瑞拉 還有幾個 得度多助 寡度少助 歷代的那些諸侯王 皇帝 那些獨裁者 都很討厭孟子的 包括最討厭孟子的就叫做朱元璋 因為孟子就說 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他贊成造反的 贊成以下犯上推翻寶君的 他說民諸一讀夫佛咒 未聞是君也的 他聽說有些人殺了咒王 沒有人說這件事是正確的 所以有些人 反對什麼佔領運動 學生運動 那些人就是在古代 就反對公車上書的 肯定是 反對清代的公車上書 明代的東林堂運動 反對漢代的太學生運動 因為歷來這些運動 還有五四運動 都是學生運動 都是佔領 也有一些阻階 影響人來賺食 這些都有的 但是如果你一方面高舉這些 但是現實生活又壓制這些 那你自然的意識形態上 你是很難自然其說 那麼第三篇文章 就改了的就是 杜甫的石豪利 就是說 有些危難災難 不是在遠邊的 不是在天邊的 我們國家經常描述 哎呀 那些回額人啊 那些安國人啊 安國就是哪裡呢 今天的烏茲別克 就是安國 所以安六山就是烏茲別克人 那些叫做粟特人 那粟 不是exactly只是烏茲別克人 因為邊界不同的嘛 烏茲別克附近的那些土庫曼啊 那些哈薩克斯坦啊 那些也有機會是那些人超武九姓 那麼六山呢 那個古音古文就是Roxet 是指光明 安國的光明之日 那當然他做了很多黑暗的事啊 他們其實 民間生活呢 就是誰做天子都不是太大分別的而已 但是往往就是因為 我們國家要面對著這些敵人的時候 我們就要更強大才能打到敵人 結果呢 對於民間來說呢 最大的敵人又不是敵人 而是自己的國家 那麼 石豪利就是講這些東西 那麼好了 今天講完這些背景的東西 又不講那麼多時事了 我們就講一些文學 那麼就試一下解選 讀一點點文章給大家看吧 史記的陳攝世家 陳聖者 楊聖人也 那麼楊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可能的東西 有可能是泳川、羽南 不過呢 一般來說呢 因為他是叫做張楚嘛 他是楚王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楚國之地 有機會是在河南 就是陳楚一帶 那麼有不同的說法 自攝吾廣者 楊下人也 自縮 陳攝少時 常與人容奸 陳攝小時候 常 古文是會解釋曾經的 經常常 是常事就常 但是一般來說是解釋曾經 與人容奸 就是幫人打工的 打工做耕田的 這個絕奸之籠償 在山上停止了吾耕田 然後很酬悵的 張恨之久藥 他說 九富貴無雙亡 如果我發了答 一定不會忘記你們的 然後容者笑而若 那些耕田的人就說 若為容奸 幫人打工耕田呢 何富貴也 說什麼富貴呢 不切實際 很多人都嘲笑別人那些 小時候年少的大志 陳攝太色弱 他就 太色 整個嘆色 唉 車夫 哎呀 燕雀安之 雄浩之智啊 他說你們是燕雀 雀仔而已 小雀 不知道什麼叫做 雄浩之智啊 不知道什麼叫做 真正的大志遠志 志向 就是這裡有兩個故事 這個故事有兩個道理 第一個道理就是 小時候陳攝 原來已經很年少的時候有夢想的成就大志人 夢想要從小建立 就是家長不應該夠壓制 放任 被他們挫敗 千萬不要告訴他們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不要打沉他 通常在追尋夢想的過程裡面 打沉你的 未必是外面的人的 很可能就是爸爸媽媽 這個是現實 因為他們很怕你走得太遠 跌得太傷 但是問題是人生是要跌的 第二個故事就是 其實這些事情他們兩個人說 為什麼司馬遷也會知道呢 我一向都不信 就是史書說的 這個必然呢 史記不是純粹是歷史作品 是文學歷史小說來的 因為很多事情是道聽途說回來 我相信可能是陳勝自己跟人說 說了傳傳傳傳傳 最後記錄了在司馬遷的書裡面 但是可信性是沒有能夠考證的 我這個史記版本 我看了這個日本學者 農村自然的史記會證的考版 我博士論文就是看他參考 看得眼睛都矇了 以前十年前年輕的時候就看到 現在今天再看 我戴了老花眼鏡看得不清楚 所以我還是看電腦版算 這就講了一段 其他的就不詳細講了 然後他們又要造反 這些造反二世元年七月 發呂了色樹漁洋 他們是漁洋激鼓洞的 在漁洋裡面樹邊當兵 九百人團大澤鄉 有九百人在大澤鄉這個地方團兵 陳姓吳廣佳次當行 他們下雨的原因 衛團長匯天大雨道不通行道 諾以失旗 在這些僵化的制度之下 你做不到政府要求你的事情 你就要處死 他們就想了 反正也是死了 那怎麼辦呢? 陳姓吳廣喊謬約 甘亡逆死 亡就是走老 就不是解釋死亡的 古文的亡多數是解釋走老的 死亡往往是用桌字 桌子就桌 甘亡逆死 舉大計 我們做一件大的事情 大事 逆死 等死 死國可乎 如果反正也是死 不如國家比我們死好 我們為了國家而做一些激烈烈烈烈的事情 下面可以跳一跳 吳廣 他原來講了一句 很重要的這句 他說陳姓若 天下虎秦久矣 天下人受秦的困苦很長時間 被他折磨 這句話什麼時候都可以換進去 天下虎漢久矣 漢代末年是這樣 唐代末年是天下虎唐久矣 明朝末年天下虎名久矣 清朝末年天下虎清久矣 所以呢 這些句子真的很敏感 任何東西都塞進去 只要朝廷 政府做得不好 其實就是可以天下人共激之了 就是以中國共產黨高舉的意識形態 最後他就有一個故事好笑的 就是他們要做一些理論 意識形態的理論 要造反他們就塞了布白在魚上 然後一起去吃魚 吃魚的時候 裡面打開的魚就說 他們會做三個字 陳姓王 這個王是動詞 陳姓最後會稱王 然後那些人就很迷信 然後就扮狐狸 找人家晚上大喊 大興楚 大楚興 楚國就會輕盛了 因為他們是楚人 陳姓王 然後大家都在那裡 哎呀 造反了 Anyway 造反的時候 還要呼籲一下 是不是? 不能夠不說話 他們還死就怎麼死了 一起在想 這句話很厲害 他說 皇后將相 寧有總乎 他說皇后將相 就是國家領導人 高降 哪有種的 喂 是沒有種的 種是意思是什麼? 是沒有血統可言的 誰有能力的就可以取而代之 誰說天下一定是你的 不是你的家的 家天下是可以被推翻的 皇后將相寧有種乎 寧 就是說 怎麼會有呢? 沒有的 是沒有種的 這些句子真的是 難怪了 今天的社會裡面很難 很難容許它繼續存在 不知道 好了 講講孟子的第二篇文章 孟子 得度多助 失度寡助 孟子若天時不如地理 地理不如人和 天時地理人和 最重要是人和 要朋友多 識人比識字好 但是那些就是鬼祖的人和 真正的人和是有人德 而吸引到別人的支持 以及同情 三里之城 七里之國 城國 城闊 城闊 或者讀城闊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城就是裡面有城牆的城 闊就是城牆外面 圍著的東西 那條河圍著的 一般來說就是這樣 橫而公之而不勝 喂 你圍著他打 打極都不贏 這麼小的地方而已 赴橫而公之必有 得天時而 你能夠圍著他 一定有天時的幫助的 然而不勝者 涉天時不如地理也 喂 但是你打贏不了他 因為天時不夠地理 他是一個城闊 守住他 地理上他有優勢 城非不高也 那個城不是不高過的 磁非不深也 圍著他那條河 不是不夠深的 兵甲非不堅利也 米宿非不多也 惟而去之意 是地理不如人和也 最後呢 全部東西都有齊了 都打不贏他 是因為地理不如人和 關鍵是什麼 顧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戒 顧山不以山溪之險 管理人民不是以國家的邊界 不是以軍事能力 不是以維穩的能力去 顧山保護國家 不是以山溪之險 不是用軍事 不是用地理解決 威天下不足以兵甲之力 你一天到刻 只用你的霸權 不能夠得到別人的信服的 得道者多助 反而你走黃道 推行一些好的意識形態 你相近意識形態的盟友 就必然會支持你 當然美國那些很多是威霸回來的 但是不是的 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歐洲、北歐 尤其是北歐 他們國少 但是盟友多 意識形態接近 中國也有的 我們 有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接近的國家 包括越南北的反了面 有朝鮮 金正恩 有古巴 還有朝鮮 還有古巴 還有委內瑞拉 這些我們中國也有很多盟友 失道者寡作 無道之人 一定是很少盟友的 寡作之志 親戚伴之 哎呀 多助之志 天下純之 你無道之人呢 伴來伴去的人都是身邊的自己有 那些二代、三代 那些不是真正或者用錢派回來的人 有利益得道的人 而不是意識形態相近的人 多助之志 天下純之 以天下之所信 公親戚之所叛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這個文章是講道德的問題 不是講錢 不是講你的威權 不是講你的軍事能力 是講你的道德 意識形態 好了 最後一篇 石毫利 杜虎 墓頭石毫村 有利夜捉人 他晚上頭叔、頭盞 去石毫村這裡 他晚上看到官員 看到有些官員捉人 老翁月牆走 老父出門匡 那些老伯伯爬牆走了 哇,老伯伯這麼好生手 那些老伯伯 但是外婆出去看 利夫一河路 撫替一河虎 一個大聲學 很生氣 一個很慘 聽虎前之池 三男 葉城樹 他三個兒子都在葉城這個地方樹 樹就是當兵 以前的兵居行 杜虎也有 歸來白頭橫樹邊 去時李正宇 果頭歸來白頭橫樹邊 這個樹就是這個意思 一籃頭書誌 副書誌 其中的兒子寫了一封信 他說二籃身戰死 三個兒子 兩個都死了 三子去 是不是一子橫都不知道 存者且偷生 死者掌矣 失蹤更無人 唯有與下孫 家裡沒有人 只有孫兒子 有孫母未去 出入無緣裙 孫兒的媽媽 哎呀 每次出入 衣服都爛了 窮到窿 老偶衰 力衰衰 我老偶 我是一個老人家 雖然是沒力的 請從來夜歸 我就跟你去 你不要抓其他人 老公就走了 你不要抓我的媳婦了 不是媳婦了 我的媳婦要照顧孫兒 急應何揚翼 猶得被神催 我幫你現在這個何揚翼打仗的時候 早上也有人煮飯 夜久 雨聲絕 愚民一憂煙 在那裡哭哭得很慘 天命登前途 獨與老庸別 最後還是回去跟老庸 老人家告別 這個文章都是說 貪官污吏的腐敗 國家的破亡 很多時候受到威脅 當然是征戰 但是大家知道 寫這個文章的時候 唐宿宗的年代 在唐元宗盛世 因為國家由盛轉衰 可能只需要數年之間 由太平盛世 變成戰火封煙的亂世 這個也是 唐宿宗 前的唐元宗就是搞什麼 就是搞一帶一路的一帶 積極開拓西域私路 所謂的安西都護府 所以才招攬了那麼多的安禄山 史詩明這些人 進來進去做官 還派很多錢在中亞、東亞一帶 為了掃平東亞、中亞 中亞的地方 和西亞的地方 征兵很多 所以之前的兵居行 就是講這個年代的事情 所以 積極有為的政府 往往是比一些無謂的政府 傷害更大 所以國家越少 它未至於亡國 除非是弱小到 就是天天被人欺負而已 但是國家一般來說弱小 你不會主要不搞人 很少人會生氣你 澳洲的地大資源多 你什麼時候看到有人瓜分澳洲 是不是 不會的 加拿大資源也多 你沒有聽過歷史上 至少近代以來 沒有人再瓜分加拿大的 不計以前殖民時代的歷史 近這百多年都沒有 是不是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有些人高舉意識形態 就說 很多人欺負我們 但是那些呢 是外憂來的 外憂呢 往往是不及內患 傷害大 今天就 很輕輕地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影片 其實我想詳細講些文學的 但是 重點就是我想要解決了一個 screen 的問題 以前我補習社會做到的 一邊就是有文字 一邊就是我講話 看到我的樣子 因為這樣我才可以逐字解 現在我只能夠若略地解 你們沒有文章的手 就不會聽得那麼仔細 所以我遲些解決這些問題 我詳細就拍些文學 好嗎?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還有訂閱Facebook的like page 趙氏讀書生活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